在大山脚下有口老乡他家的鱼塘 我们六个人合资总共花了600块钱 然后租下一台抽水机 在这口鱼塘准备把这个鱼塘抽干哈 因为这个鱼塘呢有两年喂干水了 也是老乡他家以前放了一些鱼苗下去 从来没有管理 然后这个位置我们能看到哈 陆陆细细好像有动静 因为这口鱼塘呢从来没有放什么草下去喂养 所以老乡也不想要了就交给我们处理了哈 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把这口鱼塘的水抽干之后 看看花了600块钱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 三只好多小鱼 看见这里发现一条黄山哈 看见动一下它 哇 好像是花花哈 哇 偷偷的翘起来了 你们认不认识这是什么花花 好像是泥土里面长出来的 哇 是花花来的 小心啊 赶紧把它弄到外面去啊 来来去 谢谢动物 哇 太厉害了你看看 太厉害了 赶紧了 让到外面去啊 太像了 不过呢 它胆子非常胆子 看一下 看得清楚是花花 把它换了啊 是不是有有帮文的 对 没毒的 这种泥蛇来的 泥蛇吗 对 哇 今天的收获还是不错的啊 看一下有很多土鸡鱼 看一下这些黄颜色的 这些是草鱼苗哈 这些都已经中暑了 天气太热了哈 还有这个年鱼还活生生的 养了一两天也可以 这些带回去养鸭子 这些荷棒天罗 洗干净然后养了一两天 这些爆炒一下也是非常美味 感觉是赚大了 还没什么亏哈 因为那个鱼塘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鱼 老乡他们都不敢抓鱼了 太多那个水蛇了